判例8的第三题 这个题目你把它答5颗星 考试机率很高 而且很生活化 OK 我们看一下 他说有个多选题 那有5个选项 A B C D E OK 那给分标准的话呢 完全答对的话呢 给5分 那只答错一题的话呢 是2.5分 OK 那我答错2个 或2个以上的话是0分 OK 那么如果考生呢 已经知道A B C 已经是确定的了 是正确答案了 那么那但是呢 C D E还不确定 那他要用猜的 那他说请问你 他这个题目的期望值 会是几分 好 那这个题目呢 有几个东西要去思考一下 首先第一个 A B C 他已经会选的了 所以他不列入 你的期望值里面 因为他已经是标准答案了 那个是前例得分 所以他得到的那个分数呢 是 不考虑进去里面的 他已经选了嘛 OK 所以你要考虑其实是C D E 的部分 C D E 的部分 因为A B已经是标 他已经确定是标准答案了 只是C D E 不知道他要用猜的 OK 所以你只能考虑是考虑C D E 这要小心一点 好 那 接下来我们来看的东西是 因为他都错两个或两个以上 所以你要考虑的是什么 全对跟错一个的 那错两个以上的你就不用考虑 因为它是零分嘛 OK 所以你要考虑的是全对 全对跟错一个的 这个逻辑去想 OK 好 那我们开始看 全对的几率是多少 八分之一 好 为什么是八分之一 因为对于C而言 只有你选跟不选嘛 D的话是不是也只有选跟不选 E的话也是不是只有选跟不选 所以他对于C而言 你会答对的几率是不是二分之一 就是标准答案可能是C C要打勾对不对 结果你没打 或者是你有打 所以对于C而言 你的几率是二分之一 答对几率是不是二分之一 D是不是也是相同的情形 对不对 就是要跟不要的问题 yes or no 一也是一样 所以你全对的几率是八分之一 OK 好 那如果全对都对的话 是八分之一的话 你可以得几分 是不是五分 OK 这样子 会了 好 那 错一个的几率是多少 错一个的几率 错一个几率 好 也是一样 是不是一样是八分之一 什么意思呢 也是一样是二分之一 乘二分之一 乘二分之一 对不对 好 那问题来了 有一个地方 比如说假设好了 答案原本应该是C E好了 我觉得不要用这个例子 用这个例子可能 你会比较容易误导 比如说答案是 对CD而言 就是yes yes yes好了 假设CD你也都要选 结果你选择了什么 yes yes no 好 不管哪种情况 你的答案是应该都是八分之一 哪种选择都是八分之一 因为也是二分之一 乘二分之一 乘二分之一 只是其中一个你填错了 对不对 那问题是哪个错 不知道 那我们讲是三个里面 其中一个不是错的 这是C三取一 那另外两个是对的 这样子 有讲意思吗 好 那你的这个期望值呢 你的报酬是不是就二点五分 OK 那你把它算出来 就是你的答案 所以答案就是八分之一 乘以五 加上八分之一 乘以 C三取一 乘以 二点五 OK 所以答案就等于 十六分之二十五 OK 好 这个你看一下